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直播间 周末特别策划科技推动力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经过公开征集评选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的名称已经确定 新一代载人飞船命名为孟州 月面着陆器命名为缆月 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动实施 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 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除了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探月工程4期也在持续推进当中 就在前两天长征8号摇三月载火箭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将用于执行探月工程4期雀桥2号中级星的发射任务 目前火箭在发射场陆续开展各项总装测试工作 此前在今年1月和2月初 嫦娥6号任务探测器 雀桥2号卫星已经先期抵达发射场 也都正在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准备工作 按照计划今年上半年 我国将先后发射雀桥2号和嫦娥6号 嫦娥6号简单来说 就是要发射一个探测器到月球的背面 去采集月壤 然后带回地球来研究 那雀桥2号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知道因为月球背面和地球之间是不能直接通信的 所以要先发射雀桥2号这颗中级卫星 就像大屏幕上演示的这样 特别可以为将来去月球背面采样的嫦娥6号探测器 和地面站之间的信号联络打起雀桥 那在雀桥2号之前 其实五年多前呢 我们就已经有一颗雀桥中级卫星 为长颗4号的月球背面着陆探测任务 提供了通信中级服务 雀桥显著的特征 就是拥有这样一把金色的大伞 叫做星载大型可展开天线 通过这把金色大伞呢 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通信 在上海东华大学的实验室里 就有雀桥中级卫星散状天线的苏比样 这把金色大伞就竟然是用金属编织而成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实验室里 记者看到了这把大伞 伞鼓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黄色金属网 专家介绍 金属网是星载可展开天线反射电磁波的关键部件 在发射进入轨道过程中能够展开 其能展开反射面的关键就在金边编织技术 我们火箭发射上去的时候呢 它是缩在那个我们火箭里面的 然后到了轨道以后呢 它通过这个展开机构呢 把这个卫星呢 慢慢慢慢展开成这么一个大型的 这么一个网状的天线 所以我们称为叫可展开的 它是楼性的 所以这样的话它可以展开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纺织的编织的技术 来形成这么一个布面 这样的话它是楼软的 星载可展开天线上的金属网原料 选用的是金属木丝 为了增加其性能 专家在极细的木丝上 又做了更多的镀层处理和加工 那么我们采用的原料呢 我们称为叫镀金木丝 那么也就是在木丝的基础上呢 表面镀了金 因为这个金的反射率是非常好的 那您展开的话 它这个特别细 那您编织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工艺在 它才能编织的这么均匀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些关键技术了 对这个木丝来说呢 这个木丝非常细 大概15到30个μ 还不到 头发是十分之一 所以它的拉子本身具有很大的难度 另外呢 表面还有镀金 那么镀金以后 它要保持一定的劳度 我们盛扎了一些有机元素 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这个金属原材料的韧性 另外呢 也让它的表面的具有更好的亲和力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使得一些工艺的改善呢 使我们这个木丝的读经以后 在编织过程当中 是非常的坚固 那个编织过程也是相对非常的精致和复杂的 首先我们要进行饼线 因为它太细了 我们发明了一种并骨加点技术 金属丝 三根饼在一起 结构非常的稳定 原来金属也能编织 专家告诉记者 金属木丝呢非常的柔软 单骨木丝呢 因为太细而强力不够 所以通常是用三四根木丝合在一起 来编织金属网的 不过现在在卫星大型化的趋势下 天线反射面呢是越做越大 这有利于天底之间的通信 但是面积大了 重量也会更重 怎么能让天线又大又轻呢 研究团队创新编织技术 现在呢可以用单骨木丝 编织成更大更轻的金属网了 最大的呢 差不多有篮球场那么大 从2017年开始 东华大学产业用 纺织柔性结构材料创新团队 开始攻关金属木丝 单丝精编技术 经过五年的努力 创新研发了 微张力精编技术及装备 极大减轻了 新型天线反射面的重量 它就跟研的相比 可能重量轻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这样 然后它的成本 可能就降得更低 然后那个重量也降得很低 所以现在我们一个平米 可能刻重不到20克 就是最轻的网 2023年8月 发射的陆地探测4号01星 其反射面就是采用 极细金属木丝 单丝进行编织的 它的环形大天线展开面积 接近一个篮球场场地的面积 极大提高了高轨卫星 可展开天线反射面面积 和通讯能力 因为未来我们可能 天线会夜座也大 可能到达比如说 百米级或者公里级 那都是要求这种 单四的这个网格结构 能满足这种超大型的 这种卫星天线的应用 因为现在这个通信 越来越频繁 它要求这个数据通量 越来越大 如果口径太小 它就满足不了这个 频繁这样的 这个高通量这样数据的传输 现在这个我们不光在做 这个慕斯的 这个其他的原料的 我们也在新材料的 也在做一些尝试应用 一个多月前 天州七号混运飞船 为空间站送去了一批 生活物资和实验器材 您知道吗 天州混运飞船的太阳翼基板 竟然也是编织出来的 起玻璃纤维网状结构呢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网球拍 据介绍 天州货运飞船采用的是 半刚性太阳翼 这种太阳翼的边框为碳纤维 中间是玻璃纤维网组成的网面 类似一个网球拍 太阳电池片就勾挂于 玻璃纤维网上 这种玻璃纤维网状结构 具备了轻量化的特点 而且对低轨空间环境中的 原子氧等离子体 有更强的防护性 空间有大量的原子氧存在 所以这样的氧化能力非常强的 所以一般的 我们的有机 高分材料 对于它的氧化 非常厉害 所以要选择一种 抗氧化能力非常高的 一种材料 那我们就选择了 5G材料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拥有抗氧化 重量氢等优点 但享用玻璃纤维 编织成网 难度非常大 玻璃纤维呢 它也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它的编织性能就非常差 因为它非常脆 纺织材料啊 跟我们这个纤维的细度 是密切相关的 纤维越细呢 它的柔软性就非常强了 然后呢 通过冰年加骨以后 那个加年以后呢 它变成一个非常粗的原材料 可以通过我们编织 来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对 它可以折叠什么都可以了 你根本不看不出 是玻璃纤维的那种刚性了 没有一点玻璃的感觉了 对对 没玻璃感觉了 所以它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它轻 你看都是网眼 然后呢 这上面呢 把太阳能片呢 就勾挂在上面 这是一块玻璃纤维网个布 然后呢 这是电磁片 这个电磁片是勾挂在这个上面 玻璃纤维在编织成太阳能翻版的基板后 还会涂上树枝 以提升其性能 它涂树枝以后 主要是让这个表面 它就更平整 然后也可以给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因为空间环境 像有机硅这一类树枝 它赖空间环境也更好 而且它的稳定性 还赖模性 也可以提高 把它整体性能可以大大又提高 新材料运用 新编织工艺 让纺织这个词呢 不止局限于服装的概念 像刚才说到的 星在天线亲手网 已经在雀桥中级卫星 北斗导航卫星 移动通讯卫星 等多种卫星上得到了应用 纺织不仅在航天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 在大飞机制造 甚至在生物应用领域 也是大有可为 我们纺织它是一种材料 是一种特殊性的一种材料 比如说航天 我们航天领域很多 比如说可展开的天线 它要大型化 大型化你要刚才 它的硬性材料 可以做这么大 但是运载也没法运载 所以它需要一种 柔软的东西折叠起来 然后到了使用的场景展开 那只有仿制品 能够做成这种柔软的东西 那么这个大型化展开天线 主要是为了增强我们 高性能卫星的 和地面的数据的交流 那么我们主要应用在一些 就是那个通讯卫星 导航卫星 我们在北斗也有用 在那个通讯里面天通 那也就是用了我们这个 反生命的天线 我们这个卫星和我们的手机 可以通讯 在我们这个天线 是起到了一个非常 决定性的一个作用 我们纺织领域 还有很多的应用领域 可以去拓展的 比如说生物应用领域 生物应用人体内的脏器 血管 补片 这些东西都是 跟我们纺织技术 纺织产品是密切相关的 像我们那个大飞机 我们现在C919 现在已经用上 我们国家的碳纤维 这个织物了 那我们的C929 它的用量会更大 航天领域也很多 就是用碳纤维材料 做成的这种刚性材料 已经用得非常普遍了 而我们的柔性材料 就柔性纺织材料 它的应用 现在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讲 纺织科技 也是有非常大的前景